好,那我现在先重新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个平均值的估计标准物 还有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去真的使用它 那原因是 我现在这个档案就是你们可以从刚刚我秀给你们看 作业6的附件下面去下载 好,有两个GEMOVIDA 然后先打开1的这个,1开头的这个 这个就是用我们的那个新时专案的中文母语者部分的资料 做一个示范 好,那这个部分呢 你如果只要打开来 你会看到我算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算每一个参与者的 他的中文能力测验 刚刚下面这个1是英文的能力测验 每个人的正确率 因为这很简单就是用那个去 我就只要算那个correct这一栏 就算correct的这一栏去 然后用那个平均值去算就可以 那关键 因为今天关键主要是要跟各位再澄清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不能够用这个平均值的标准物 因为虽然说GEMOVID他把这个选项设计在这里 但是并不是说什么资料都可以用 好,那更别 那conference interval也是一样 这两个状况都是只适用在 你今天你要确定 你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你要分析的那个栏位的资料 是平均值 以这个状况来说 就是刚刚你们自己操作过 看看我刚刚画面都知道 这里主要就是讲的是每个人 他这个correct的这个变相的平均 好,那这个可以算一个平均 但是你不能用它算每个人的平均的标准物 好,那为什么 因为correct每一个反应 它就只是一个值 它不是什么平均 当然除非你今天 你今天就是有另外一个 你重新设计 你把那个问题设计的复杂一点 就是说一个能力测验 它有好几个部分 那很多人就是说 会有好几个部分的平均值 好,不过这个平均值是你要再做第二次的处理 你才可以去算那个Stand 你才可以去算那个平均值的标准物 好,因为在现在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 其实它可以画图,但是画出来的图 我就直接画个直方图 因为直方图不是很,我觉得直方图不是很好 对不起,我不要画直方图 画个那个,画个那个Box plot 相形图 没有没有,不对 它应该是要画个什么 要表现出它的 就是 对,这边 其实你可以透过画图去看到一件事 现在每个人它都是一个分布 请注意看 每个人都每个 在这里如果你用 你不管画哪一个图 每个人它都是一个分布 所以 这个Standard Error of Mean的意思是说 除非你现在的资料都是来自同一个分布 你才可以去做 那要怎么把它变成到同一个分布里面 那这个就是要做第二步 也就是要用那个第二个档案 OK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把刚刚前面的 那个输出的报表 我就直接把它给 把它给汇出之后 然后再汇入到这个Jamobi的档案里面来 再做处理 然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 这个人数不用多说 那平均值才能够说是这32个人 他们做这个中文测验 英文测验的平均正确率 然后你们看到那个标准差 跟那个平均值的Standard Error 他们有一个关系 你们自己可以算一下 它的这个Standard Error of Mean 是这个Standard Error of Mean 用这个方式去 你才可以去计算这个Standard A 那就是平均值的标准物 因为这里 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样本分配 或者样本分布 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样本 你要在一个有意义的样本分布 所谓的样本是以平均值去累积的样本的分布 那这里呢 同样也是要这样 那这个状况下 你去计算 那个也就是第八章谈到的区间估计才有意义 其实我们可以 这里我可以多讲一点 上次好像没有去讲到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评论 如果不用那个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假设检定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评估说 这群参与者 他们的中文能力与英文能力的测验表现是很一致的 那主要就是看那个区间 就是区间估计的范围 你们可以看他的这群参与者 他们的中文的95%信赖区间是0.39到0.95对不对 有包含这个0.872有没有 那有没有 这一个范围有没有包含到0.841 有吗 还有如果在另外一个方面看英文的 英文是0.805到0.876 是不是也有涵盖0.872 是不是也有涵盖到0.872 好那这个就可以说明 如果说我现在可以画图的话 我看看可不可以画 我有一点忘记这个 这个是不是可不可以画出来的 好应该是可以 好对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看同一群人 他的中文跟英文 他虽然是湘形图 但然后他不算是信赖区间 但是如果在之后应该是T检定的那个地方会谈到说怎么样去去画出说用画出这两组的信赖区间就把这个数字的信赖区间转成这样的那个视觉画图 如果说他们这两个测验的分数涵盖范围刚好就是说中文的有盖到有包括中文的区间范围有包括到英文的平均值 英文的区间范围也有包括到中文的平均值 那我们可以说这群人他们的中英文应该是流利都应该是同样流利的 所以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信心说我们之后正式实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找那个中文母语的中英双语者 但是英文那边我们就要那个费点心思 因为英文的很明显两边的那个信赖区间并没有互相涵盖到彼此的平均值 不过请注意哦 这个平均值是指的是所有受测者的平均再平均 OK 这个是比较那个在进入推论统计中比较难比较难比较稍微要花点时间才能够过得去的看 那这个给大家就做先做个参考 就是稍微对上个估计位置量数那那里做一些补充 因为这个跟后续的到了统计方法这个部分 每一个统计方法都有要去谈怎么做估计的课题